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好听FM水晶有逆和流通 我是水晶主播Crystal 今天水晶有逆要谈的话题呢 有一点硬 因为这集的Podcast呢 就是要介绍一位牵动南韩政治到历史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前南韩总统卢泰宇 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南韩前总统卢泰宇 也是南韩民主化后的首任民选总统 而卢泰宇他在26号的时候因病去世 享年88岁 你可能不认识他 但很多韩剧和电影 包括很有名的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 正义辩护人 还有26年十字工房站 甚至到华丽的假期 那时候那些人都是有他的影子在 这几部电影或者是戏剧呢 都是在描写所谓的韩国的光州事件 而这些戏剧呢 都是有卢泰宇的影子在的 因为光州事件就是由这位前总统 卢泰宇镇压的 卢泰宇是军人出身 曾参与1979年的双十二政变 帮助军校的同学全斗焕推翻了文人政府 而隔年就参与了镇压 光州民主化的运动 而在1987年12月 卢泰宇在南韩史上第一场民主化的 总统选举中当选 隔年二月上任 在位五年期间 卢泰宇清算了自己的朋友 也是上司全斗焕 招纳反对党的势力 推动金融自由化 提升国民生活水平 很多人都说 南韩这位前总统卢泰宇病逝 一生功过参半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卢泰宇的一生功过参半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而南韩前总统卢泰宇 镇压的光州事件又是什么呢 外界形容 它是韩版的二二八事件 五一八光州事件 是韩国民主化运动的里程碑 也是最悲痛的阴影 如果大家看过电影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 就知道当时就是在描述的时空背景 那个时空背景 就是五一八光州事件 韩国人并没有忘记光州事件的教训 因为他们说 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 光州事件在二十一世纪中 以众多的电影和戏剧 再度揭露了这段黑历史 除了很有名的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之外呢 刚刚有提到的包括最有名的 就是正义辩护人 二十六年十字工房站 华丽的假期 以及那时候那些人 说到华丽的假期 其实那不是华丽的假期 而是恐怖的假期 而这些电影也唤起了南韩人 那一段恐怖的戒严时期的记忆 518光州民主化运动呢 或称光州民众抗争 在华语圈呢 大多称为光州事件 或者是518光州事件 这是韩国民主运动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同时也是一个最悲痛的过程 当时有人认为 有些民众是北韩来的间谍 毕竟当时的时空背景 是刚结束了日本殖民 然后又有内战 就是南北韩的内战 军民对抗在28号落下据点 从电影或者是戏剧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一些抗争的画面 由于当时 拳斗换下令军队进城搜索 拳打脚踢棍棒乱打 几千名被认为是暴徒 或者是北韩间谍 当天就被逮捕 根据2017年的最新统计数据 这短短十几天不到的时间 造成了218位抗疫民众死亡 363位民众失踪 5088位轻重伤 共计大大小小约有7200位受害者 有评论家就说 518光州事件是南韩的戒严与转型正义 但也是一座被清理的城市 那就是光州 而518光州事件是南韩民主化运动的里程碑 同时也是最悲痛的阴影 而当时就是由南韩这位前总统 卢泰宇去镇压的 也因此在光州事件当中 受害者的家属 当然没有办法接受卢泰宇这样的行为 而你说他一生毁欲参半 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卢泰宇在当总统的过程当中 做了非常多让南韩民主化的事迹 卢泰宇从1988年2月到1993年的2月 担任南韩的第13届总统 在南韩6月民主运动中 发表629宣言 宣布宪政并恢复了总统的直选 他的日内通过了北方外交的政策 什么是北方外交呢 就是和前苏联、中国、东欧等社会主义的国家 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对内卢泰宇则是逐步实行了金融自由化 解除利率管制 甚至积极开发以釜山、大丘、光州、大田等 城市为中心的地域经济圈 提升国民生活的水平和福利 卢泰宇在任内的时候呢 政府先后制定了最低工资的制度 国民年金的制度 全民医疗保险的制度等福利的制度 也奠定了南韩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 包括1988年的汉城奥运 也是在他任内中举办的 而在过去他的上司 全斗换总统任内呢 卢泰宇一直是第二号的人物 先后出任了首都警备司令 国军保安司令官 1981年以陆军大将 也是四星大将军阶退役之后呢 逐步摆脱了军人的形象 历任政务长官、体育部长、内务部长 汉城奥运组委会主席 以及民主正义党 也就是执政党主席的要职哦 而全斗换呢 在执政末年 卢泰宇成为了指定的接班人 但1987年6月的民主运动爆发 加上1988年 在汉城奥运举办在即的压力 迫使全斗换政权浪步 由卢泰宇亲自发布629宣言 同意推动总统直选 特赦金大中等政治要犯 废除言论基本法 保障政党活动等民主改革的措施 同年的10月27号 南韩的国会通过了第六版 大韩民国的宪法 建立第六共和国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韩民国 由于卢泰宇在南韩政坛 主导过军事政变 让南韩民主的进程倒退 后续还因为数千亿韩元 秘密资金事件被判刑 17年的徒刑 1997年12月20号 被时任的总统金永三赦免 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不少污点 后来针对光州事件 他的长子卢仔县 代替他向光州事件的受难者 参拜谢罪 因为从2016年起 卢泰宇的健康状况 每况愈下 病情严重 情况不乐观的 风声时有所闻 从2019年开始 连续三年 卢泰宇透过长子卢仔县 赴光州参拜 518民主墓园 向当时遭受镇压的 罹难者 表达谢罪之意 也引发了世人的关注 卢泰宇的长子卢仔县 曾说 事实上我的父亲 造下了不该做的 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镇压 他对此心里一直有包袱 尤其在卧病卧床之后开始 事实上他不知道自己 何时会突然去世 已经来到这样的境地 他经常想着应该自己 要走向亲自参拜和谢罪的行动 这对他的儿子 也成为了内心的包袱 而卢仔县在接受 广播节目中受访时 也首次对外界透露了 父亲卢泰宇 以及自己的心声 卢仔县当时透露 自己会代替父亲行动 是因为父亲已经 倒卧在病床很久了 不仅无法行动 而且已经失去了言语的能力 有人就形容卢泰宇是亲切的 南韩独裁者传人 还是民主军头的血腥与龙光呢 究竟卢泰宇是南韩的民主先生 还是接班独裁的血腥绅士 南韩前总统卢泰宇是 南韩现代史转类点上 发挥巨大影响力的人物 军人出身的他参与过政变 又在关键时刻促使南韩 步入民主化 成为军政独裁15年后 首位民选的总统 但卸任后被揭发任期内 收受不法资金 还得面对民主化后的清算 一度坐牢 他是改变南韩历史的跃脚 却难以阻挡迎面而来的历史巨浪 1993年上任的金永三总统原本是卢泰宇的盟友 但一上任就彻查了全斗患卢泰宇时期的官商勾结 1995年11月 卢泰宇因为募集和侵吞秘密政治资金而被捕 在当年的12月成为了南韩史上第一位在法庭受审的前国家援手 1996年8月 汉城地方法院以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 谋杀上司未遂罪以及受贿罪 判处卢泰宇有期徒刑 22年6个月罚金2628亿韩元 上诉后减刑为17年 在1997年被金永三特赦 后来特赦出狱后的他 卢泰宇常年病急缠身 曾罹患前列腺癌 近年来都以轮椅代步经常进出医院 然而卢泰宇在1993年2月卸任之后呢 终究无法摆脱自身过往罪孽的阴影 甚至锒铛入狱 十一枚的勋章就此被耻夺 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一言难尽 争议不休的背影 不过最终卢泰宇在临终之前自我忏悔 南韩政府甚至将举行国葬 南韩总理金富谦在27号 在国务会议上就表示 南韩政府决定为已故前总统卢泰宇举行国葬 因为总理金富谦表示 卢泰宇作为南韩第13届总统 为国家发展见下不少攻击 南韩总理金富谦还与国务委员们 一道对卢泰宇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并对家属表示慰问 享年88岁的前南韩总统卢泰宇一生功过参半 卢泰宇政治生涯充满了争议 家属也公布了他的遗言 临终前卢泰宇自我忏悔 怕南韩国民能宽恕自己不足以及过错 这或许也是南韩政府最后依然举行国葬 来送这一位南韩第一位民选总统卢泰宇 最后一程的原因吧 在美节最后我们都会教大家一句简单的韩语 今天的轻松学韩语时间 要教大家的就是坐牢或被监禁的韩文怎么念 韩文的这个坐牢或者是被监禁就念 这一集水剑有逆寒的通欧内容还喜欢吗 建议锁定好听FM水剑节目哦 安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